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男主角陶又犬的新生 有情歌王子周星哲填词谱曲 我觉得最大挑战是要把自己的 说话的语气跟所有的步调 都变比较高中生 17岁幼稚一点 因为我出道也八年 所以整个人都比较 像有点男人就有点长大了 27岁的周星哲逆临演出高中生 谣言不逊色或评审肯定提名金马 却是今年年纪最长的新人入围者 年纪最小的则是他 华华 华华在哪里 答应实时是要想象 一个在天花板跟我差劫 当时才4岁的黄欣廷 凭靠导演柯梦荣的讲解 融会贯通演活了朵朵 不怕鬼的黄欣廷 在片场唯独不敢接近他 谈言拍戏有趣 但也有辛苦的时候 反倒17岁的张祖君 十分享受拍戏出体验 还有是我那个可爱的阿公 我是你最爱的宜诺 我就是喜欢那种一家人的感觉 那种零聚力 那种团结 今年金马行人奖入围者 平均年龄只有17岁 年纪小的还有10岁的巴基斯坦 一男孩林诺 还有新生代男星 25岁的胡志强 今年双流入围男配角和新人奖 亚马亚亚 是我常听的话 哈勇家温馨的主题曲 歌声主人是AKB48 TeamTP成员林亭莉 入围金马原创电影歌曲的 还有金曲歌后曹亚文 为刘马购15号创作主题曲 缓缓唱出奔求自由的声音 另外入围的还有 纪录片九腔主题曲 为了你 由台阅混血而赖雪茎演唱 四位入围者将分别用台语 国语 越南语 及泰雅族语等四种语言 唱到金马奖舞台上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